嘿 你好 今天的主题是 在爱兰留学会有的烦恼 大家好 我是Christopher 欢迎收看ChristopherTV 首先是你认为爱兰留学是这样的 其实事实上是这样的 好闷啊 我想念马来西亚 我想回国 在马来西亚每天吃的都是这一些 在爱兰里吃的都是这一些 今天是ChristopherTV 明天吃pasta 后天是ChristopherTV 大后天是Christopher 大后天是Christopher 大后天吃pasta 大后天是Christopher 然后也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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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马来西亚你要出气的话 诶我拿到厕所时了走啦 那在爱兰里你要出气的话 好 我已经转车了走吧 去哪里 难度走路咧 在马来西亚你喝的都是 Coffee Tetalette AVC 红豆冰 在爱兰里喝的都是 Tea Chocolate Espresso Coffee Whiskey Beer 在马来西亚你放学回家过后 马来你酒好没有啊 我肚子饿了 在爱兰里留学回家过后 肚子饿了 又要自己煮 也不知道煮什么 吃了 吃气又是那些 在马来西亚 好热啊 去冲凉 在爱兰 好热哦 哎哟哟 我想要冲热水澡 哎哟 还要开热水器 还要等30分钟 哎哟 好这些就是在爱兰留学会有的一些烦恼 好这个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按这里订阅 按这里给我一个like 然后再按这里分享出去 好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Facebook专页 还有Instagram那边关注我 我会在那里不停地更新我在爱兰留学的大小事 同时呢我也会在这个博客 写一些爱兰留学文章 也会分享那些爱兰留学资讯 像费用啊 像一些申请文件那些讯息 我会文字式的在这个博客那边分享 文好与坏 爱兰留学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不知道哪一个烦恼是让你最头痛 最不想去接受的呢 请留言告诉我 好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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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